這裡就是龍盤公園 那邊風超大的 我們這樣幾乎每年都來 我是第一次來這邊 那時候我沒有來過 可是我在Netflix有看過這個影片 是塔羅的場景 漂亮 就是這裡 這是世界無敵的 藍洞機器 對 真的 這很像我們在潛水那個 過程中有沒有 我們看到從海裡看天空那個感覺 對啊 它這邊有很多洞可以裝 這就是珊瑚礁奇特的地方 好,超高的地方 超舒服的地方 真的 有沒有覺得這邊有那種熟悉的場景的感覺 這裡就龍盤公園 然後那邊風超大的 我們這樣幾乎每年都來 我是第一次來這邊 那時候我沒有來過 可是我在Netflix有看過這個 斯卡羅的場景 漂亮 就是這裡 就是這裡 除了朝聖之外 這邊還藏著一種 在斯卡羅那個年代 很重要關聯的神獸 梅花鹿 漂亮 單獸神 這邊的梅花鹿族群 是有經過台大的教授 去驗過他的DNA的地線體 確認跟當年 台灣存在的梅花鹿 它的DNA是一致的 所以就是原生的梅花鹿 有沒有看到青雲那一群 有 這邊有沒有看到 有 咖啡色 咖啡 喔 欸 阿姊 我看他們的天氣真的很好 我都一直在動 一直在動 我跟你講 今天我們這個位置最好 是下風處 不然的話 味道 聲音都能傳給他們 味道這麼遠 會聞得到嗎 我跟你講這些動物在以外 要活著 有他們自己的一套 你仔細看那幾隻 突然他一直彰彎一直看 肉食性動物 你看牠們眼睛都是在正前方的 可是這些草食食性的動物 牠們眼睛是在兩側 然後耳朵很大 很低 所以隨時都要去聽哪邊有聲響 對 其實這樣 你看那些乳啊 牠們的那個皮真的是很漂亮 原來是斑點在牠那個膚色上面 整個很跳透 很跳舌 超喜歡的 牠尾巴超小 一搓了 對啊 會這樣動 會這樣 很像鈴鐺這樣 看到野生版的真的會很過敏的感動 真的 白天版的山壽城又這樣出現 我的心願真的太棒了 大部分海石洞是離海邊比較近 可是這一個很特別 這個是離潮縣100公尺 喔 上面有那種洞穴探險 然後看看洞穴面有什麼神秘的神物耶 我覺得這個好玩耶 好 我們一起來探索 好 我們一起來探索 這裡其實蠻有點小危險 因為這裡有個洞 這個洞下去應該就不知道到幾樓 好高喔 這個如果真的到海底的話 大概也有10米左右 10米嘛 就差不多撒勞戲喔 小心喔 需要浮嗎 可以啊 這裡 這裡 裡面還有一個小沙灘耶 欸啊 裡面有沙灘耶 對啊 因為裡面有沙灘 好 這邊要是怪島的話 你就會怎麼變外國旗 沒有 是變天女上花 醬肉 哇 抵達了 欸 這也算底部了嗎 老師 欸啊 還可以再走進去一點 喔 是喔 對 所以這都珊瑚礁喔 嗯 這都珊瑚礁的骨骼 我們在珊瑚礁的身體裡面 其實你就把它想像成 我們在海底看上去 它是一層一層一層非常漂亮 只是因為那些 原本的珊瑚礁 那些珊瑚礁 珊瑚蟲從頭死光了 流下它的骨骼 所以以前海 是很高於這個礁石的嗎 嗯 待會我們走出去的時候 你就知道海平面 其實應該是在 大概是在這個點 對 這裡其實是 應該是比潮線在低一點 現在穿越這個很矮小的洞穴喔 大概140公分的能經過是最好的 哇 可以的話會不會有點跪蹲 我不要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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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要親近這裡沒水 不然你屁股都濕了 喔 蛤 這邊平常是有水的 耶 漲潮的時候 如果12點來 這裡是有水的 你的感覺 我們要 我的身體才有辦法過 加油 加油 你看Gina過得多厲害 Gina很順耶 換我啦 好 老人家的腰骨頭都比較硬一點 但是 我們可以浮浮前進好不好 我也過來了 哇 真的好大喔 還滿滿滿 這樣只有洞天耶 對啊 好酷喔 看看...上面 剛剛你這樣走進來 有沒有覺得很像在潛水 然後浮浮浮到一個洞穴之後 豁然開朗 然後如果陽光又從上面打進來 就是世界無敵的 藍洞奇跡 對...真的 很像在潛水那個過程中有沒有 我們看到從海裡看天空那個感覺 對啊 它這邊有很多洞可以裝的 對... 這就是珊瑚叫奇特的地方 在每年後 各時候 全面和影像 隔半も 連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